这里是剑条大写基督学院的所在地 也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世界著名科学家 达尔文年轻时所就读的学院 基督学院始建于1437年 是原来国王学院的一个礼拜堂 1505年正式改名为基督学院 学院建筑风格古朴、庄重 由三个庭院构成 在大门的进口处就可以看到 这个学院整个建筑结构的示意图 第一个庭院是由像四个院一样围起来的建筑组成的 中间的圆形草坪是剑桥所有学院中唯一 所特有的 针对这大门第一眼可以看到一棵巨大的紫藤树 这棵树据说已经有近400年历史 庭院的四周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 环境优美安静 当年达尔文旧都市就住在第一个庭院里 这个房间就是他曾经居住过的 里面的厕室保持到原来的样子 第一个庭院并不是很大 但是这里有学院的校长办公室 图书馆 学校的礼拜堂 以及重要的办公室都在这里 学院的礼拜堂不对外开放 这里就是学院院长的办公室所在地 门口装饰着学院的校灰及校训 这棵巨大的紫藤树 把这个门口装饰得像童话世界的小姑门口一样 顽固四周 蓝天白云下 优美古老 安静的校园 让人心晃神 这盒古老的紫藤 见证着学院的辉煌历史 从第一个院落 我们可以通过这道门 走到第二个庭院 在这个门道的右手边 是学院的食堂 左手边是学院的餐厅 从这里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庭院 这里主要是学生的宿舍和其他的办公所在地 这个庭院是开放性建筑 环境优美安静 这些用坚固的石头建起来的建筑 也是建条大学早期建筑风格 沿着屋檐下 替代了每年所种的花草 今年却种了很多的农作物 有玉米、云豆、向日葵、西红柿等 这些植物既可以欣赏又可以食用 体现了今年 基督学院对原意 花草会选择的新理念 穿过第二个庭院就可以来到学院的漂亮的花园了 这个花园也叫 在花园深处有一道小门 从这个门出去就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庭院和新的庭院 从小门出来 左手边就是第三个庭院 直走上去就是新庭院 这个新庭院的建筑风格与其他的建筑完全不一样 是六十年代才扩建起来的 这是用水泥及现代建筑理念建成的新建筑 我们对它有很多不理解 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叫达尔文花园 这里有达尔的雕像 这个雕像是2009年为纪念达尔文而建立起来的 1828年18岁的达尔文跟哥哥一起来到基督学院 他当时选择的是神学 后来他参加小猎犬号世界环球游行五年 1859年他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 从此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生命的来源 人类从此开始意识到人类不是由神创作的 而是由自然进化而来 这里是第三庭院 主要是学生的宿舍 从第三个庭院按原路回来走过第二个庭院 然后通过那道小门 你就回到了第一个庭院 基督学院坐落在建桥市最中心 最有名的孙安安珠基岛 基督学院的大门是典型的中世纪大门的装饰 也是建桥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大门 这里离市中心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你来访建桥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来一场世纪的春月 跟世纪伟人来一场时空的对话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剪桥的故事